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10月13日星期五 被哈馬斯前領導人稱為全球盛戰日 在這個週末 希望大家盡量減少外出 避免到人流密集的公共場所 祝大家平安 今天 我們將和大家分享兩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 星期五 吉姆·喬丹以較大分 擊敗喬治亞州的奧斯丁·斯科特 重新獲得眾議院共和黨議長提名 同時 川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首次談到了對馬特·蓋茨罷免麥卡錫的看法 從中 我們可以看出 川普希望什麼樣的人擔當重任 第二個話題是 當中東的戰火燃起時 有保守派勇士支撐的著名電視和電台節目主持人 維恩·魯特日前發出嚴厲警告 認為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只是預演 美國才是重頭戲 我們先說第一個話題 星期四晚上 剛剛獲得提名 僅一天的共和黨多數黨領袖 史蒂夫·斯卡里斯突然宣布退出競選 第二天 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 吉姆·喬丹宣布重新加入競選 就在下午準備投票之前 12年一直比較低調的喬治亞州眾議員 奧斯丁·斯科特突然宣布參加議長競選 試圖阻止喬丹 斯科特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成員 也是斯卡里斯的盟友 星期五 他說 當我今天早上醒來的時候 我沒有這樣做的意圖 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我的妻子 告訴他打電話給我們所有的朋友 一起祈禱 因為我們沒有為此做任何準備 此前 他曾表示 如果喬丹競選議長 他將投票反對他 據Rocco 報導 一些國防鷹派人士擔心 如果保守派喬丹成為議長 五角大樓可能會削減預算 斯科特曾批評八名罷免前議長 凱文·麥卡錫的共和黨人 他說 他們的所作所為 毫無原則可言 共和黨領導層必須做出決定 要麼讓這些議員承擔責任 要麼失去會議其他成員的信任 據《政客網》報導 斯科特的加入是為了吸引喬丹的批評者 一位眾議院共和黨人說 投票給斯科特的人數 將會稍微誇大那些絕不是喬丹的人 其他人都在做準備 直到喬丹意識到他沒有辦法實現217票 星期五下午 在第一輪無記名投票中 喬丹贏得了提名 但他與斯科特的差距並不大 總比分是124比81 這距離最終獲勝需要的217票差93票 當天下午 眾議院共和黨舉行了第二輪無記名投票 詢問議員們是否會在眾議院全院投票中支持喬丹 結果喬丹以152比55的優勢贏得了勝利 成為新的提名人 但這距離217票還差65票 投票結束後 斯科特告訴CNN 他將退出競選 支持喬丹 他說 我們投票了 吉姆·喬丹贏得了投票 共和黨應該團結起來支持贏得選票的人 不過 據《國會山報》報導 喬丹仍然面臨很大的挑戰 一方面 他獲得了提名 將面對少數黨領袖 紐約州民主黨人哈基姆·傑弗里斯的挑戰 傑弗里斯基本可以獲得全民主黨人212票 另一方面 喬丹在共和黨內部 也面臨強硬派和犀牛們的阻擊 阿拉斯加共和黨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 麥克·羅傑斯被認為是犀牛中的議員 他強烈反對喬丹擔任議長 星期五 他對媒體說 喬丹沒有辦法贏得他的支持 雖然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65人反對 意味著喬丹將面臨一個艱難的局面 如何爭取到頑固的反對者 甚至是犀牛派的認可 保守派戰略家格雷格·普萊斯 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策略 他認為 不能像斯卡里斯那樣關起門來談話 無論如何都要進行投票 迫使那些匿名投票反對喬丹的共和黨人公開化 因為關起門來表現強硬 比公開反對要容易得多 普萊斯在X平台上寫道 眾議院議長的投票結果是152比55 現在把它付諸表決 讓這55人公開投票 決定他們是否想要一位優秀的保守派擔任議長 共和黨人隨後表示 他們將回家過週末 下週一 也就是10月16日下午6點 將開始全院投票 喬丹的支持者認為 即使在前幾輪投票中沒有獲勝 喬丹最終也能鞏固支持 他們說 他的對抗風格可能有助於 與民主黨拜登和民主黨控制的參議院進行談判 紐約共和黨眾議員尼克·瑪利奧塔基斯說 我們需要一個強硬的人 一個聰明的人 一個可以在那個房間裡談判的人 我認為吉姆·喬丹可以做到 喬丹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 也是川普的堅定支持者 他說 我認為我可以團結會議 我認為我可以告訴全國我們在做什麼 以及為什麼這很重要 下面我們來說說 川普對馬特·蓋茨罷免議長的看法 10月3日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眾議員 馬特·蓋茨提出動議 並成功罷免了議長凱文·麥卡錫 儘管不少人贊同罷免麥卡錫 認為他過於軟弱 但同樣也有很多人對蓋茨的做法提出了質疑 認為他太過激進 而川普卻一直沒有發表看法 星期四 馬特·蓋茨在X平台上發布了川普的評論 這個評論是福克斯新聞電台主持人 布萊恩·基爾米德對川普的採訪 蓋茨說 我同意川普總統 在這段錄音對話中 川普首先為蓋茨做了解釋 說 這讓蓋茨他很不高興 因為凱文做了很多奧巴馬的工作 在做運算方面 他批准了一些項目 你知道 我們本可以為此得到更多 而債務上限問題 每個人都為此受到了傷害 不過 川普認為麥卡錫是個好人 他說 與此同時 凱文是個好人 他是個很棒的人 但人們因此受到了傷害 對於新議長 川普說 這要看情況 我的意思是 這取決於新議長的表現如何 不管是誰 要看他的表現如何 也許我們最終會有一位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議長 在這種情況下 馬特蓋茨幫了我們一個大忙 但當然 有些人對他不太滿意 而另一些人 我想百分之百的支持他 川普說 馬特是個好人 他這麼做是出於好意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在確定人選和人選的工作表現之前 你還真不好說會發生什麼 最後 我們和大家分享威恩·魯特的文章 魯特被稱為保守派勇士 在以色列遇襲後 他發表了系列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針對美國的警告 標題是 哈馬斯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只是欲賽 美國才是重頭戲 他說 作為一名美國猶太人 我為以色列流血 以色列現在必須發出一個信息 這個信息在世界各地回想 並永遠留在仇恨猶太人的人 所有想要傷害猶太人的人的腦海中 世界將吸取教訓 現在不是1941年 再也沒有人能殺害猶太人並幸災樂禍 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如果有人以猶太人為目標 並認為他們是猶太人而殺死他們 他們就會被追殺 在被以色列軍隊殺死之前 他們想的最後一件事就是 哎呀 也許襲擊猶太人不是一個好主意 隨後魯特畫風一轉 提到了美國 他說 現在美國需要關注美國和我們的邊境 因為美國面臨的情況比以色列剛剛經歷的 要糟糕一千倍 軍事情報和安全專家在分析 以色列大規模安全失敗的原因時指出 原因是對哈馬斯的能力缺乏想像 所以 是時候想像一下 美國正面臨著什麼樣的攻擊了 如果我能想像 那麼中國的邪惡領導人 也在這麼想 我相信他們現在正在計劃 魯特提出了中共對美國或者世界發動的 三種可能的攻擊 他並預計這些攻擊可能很快就會發生 他說 首先 如果我是中國 我現在就會入侵台灣 趁現在世界被烏克蘭和中東的兩場大戰 分散注意力 陷入混亂和危機之際 美國很弱 領導美國的是一個無能 腦殘 孱弱的老人 他患有痴呆症 穿著尿布 他應該住在老人院裡 更糟糕的是 拜登犯罪家族和他的老闆 真正的總統奧巴馬顯然是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所擁有 那麼 誰來阻止中國入侵台灣呢? 美國的武器和彈藥正處於危險的短缺水平 因為拜登把他們留在了阿富汗 並把我們剩餘的大部分庫存送給了烏克蘭 儲櫃空空如也 美國脆弱不堪 我們的軍隊因為關注氣候變化、誇性別、多樣性 和批判種族性理論而精疲力竭、時期低落、心反意亂 我們不能招募任何想要加入軍隊的人 年脈、孱弱、困惑的拜登被恐懼和無知凍住了 也許他會向卡馬拉·哈里斯尋求軍事建議 他是歷史上唯一一個 比總統只有一步之遙的人 卻比門把手還笨 此時此刻 我們沒有能力向入侵台灣的中國 發起嚴峻挑戰 與烏克蘭不同 台灣對美國來說並非毫無意義的國家 美國的汽車、電腦、手機和軍事裝備 所使用的先進電腦芯片 90%以上都是台灣製造的 如果中國佔領台灣並控制了世界芯片生產 那麼遊戲就結束了 因此 拿下台灣是奴役美國的關鍵 但這只是第一部分 如果我掌管中國 我會對美國計劃什麼 第二部分更加可怕 拜登和他的老闆奧巴馬讓邊境敞開大門 他們讓數百萬危險的外國人入境 進入我國的非法移民大多是來自中國、中東的士林男性軍人 以及墨西哥毒販集團控制下的MS-13暴徒和黑幫分子 這是一支在我國四處遊蕩的殺手大軍 如果我是中國 我就會命令這支軍隊行動起來 以低技術含量的暴力和恐怖主義癱瘓美國 就像哈馬斯在以色列發動的恐怖襲擊一樣 沒有必要再來一個9月11日 如果我是中國 我會派遣100名殺手組成的突擊隊 在同一時間帶著突擊步槍、機槍和手榴彈 進入美國20個主要城市的機場、火車站和超市 想想看 在美國20個不同的城市 看到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被殺害 會產生怎樣的恐懼和歇斯底里 所有這些都在同一時間發生 這只需要100個殺手乘以20 這只需要2000名殺手 中國已經派遣了數萬名士林軍人 越過我們開放的邊境 拜登、卡馬拉和馬約卡斯 像家人一樣歡迎他們入境 沒有任何背景調查 在我國境內已經有一支足夠龐大的中國軍隊 足以進行多輪我剛剛想像的那種低技術含量的襲擊 他們可以連續30天這樣做 在同樣的20個城市 或者每天選擇一組新的20個城市 他們可以擴展到郊區和小城鎮 我們的經濟將會停擺 股市將會崩潰 沒有旅行 也沒有旅遊業 沒有人敢去超市 所有學校都將關閉 我們都會被鎖在家裡 美國很快就會變成一座鬼城 這一切都源於一次簡單的低技術攻擊 而這支中國軍隊已經在我們的國家了 拜登和他的老闆奧巴馬歡迎他們的到來 還有數百萬人即將到來 這些中國士林男性軍人 與我國其他數百萬非法移民是分開的 他們將用謀殺和混亂來傷害我們 誰知道現在有多少哈馬斯、真主黨和敘利亞分子的 士林軍人在我國 他們會加入屠殺嗎? 或者只是把我們的城市變成戰區 準備好迎接瘋狂的麥克斯吧 為了穩妥起見 如果我是中國 在同一時刻 我會把另一場流行病送到這裡 請記住 中國有三年的時間來製造 比新冠更知名的大流行病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認為我們還能做出認真的軍事努力來保衛台灣嗎? 與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進行第三次世界大戰 祝你好運 保持冷靜 他就要來了 相信我 如果我能想像得到 中國現在 就在計劃 感謝喬·拜登和他的老闆奧巴馬 好了 我們先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再次祝大家週末平安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